在兩岸情勢 今天這個時候 這個中間的火燃機經常來 現在國軍的電機 也常常要上空關這個電機 這個要進行非常臨部的時候 也要靠這個氣象汛水 所提供的無資料 現在這個空軍的氣象連隊 在力度的汛水早晚 都會來放這個氣球 離空是來三十公里館 主要就是收集相關的溫度 濕度這些資料 從探空氣球灌溫天氣 氣象室要愛好減發生機 這關海中的能夠增加手機起上作機 三 二 一 空軍氣象連隊 力度分隊在再去八點 按時八點 一天只要放兩次探空氣球 那是空台期間 也會增加放的出手 先放後的探空氣球 可以離地三十七四十公里 安政在氣球上的 無所謂探空氣球在股空氣球 收集運動濕度 起立方向探空氣球 將資料結束回團到電腦 大地主要是中央氣象球 也有幫探空氣球 不過氣象球多數 運用在天氣有無大探空氣球 空軍流動氣象群隊 都跟氣象球合作交換資料 所謂氣象探空氣球 甚至他會造成我們的發動機 就卡住結冰等等 或是我們的那個起降機 因為結冰造成那個 我們的那個要打開的部分 結冰了 他甚至還造成他降落危險 對這些都是容易造成 飛安的 飛安的 飛安的原因 兩岸情勢緊張 國軍戰機升空 嚇阻攻擊 背後揚賴了 綠島探空分隊的 都普特雷達以及探空氣球 監測數據 確保戰機飛行更順利 更新一張 因此相較於預報來講 透過我們的人員判斷 七分鐘就可以判斷一張圖 他的預報會相較於 中央氣象局來講 較為比較即時 空軍氣象連隊 流動分隊計程 探空氣球跟地面 綠島嶽打費 使用氣象資料 可以提供 基礎四個月 八公里空氣 到作為空氣 使用 到後可以將對 綠島嶽 天氣四四五境 也對氣象 關分析空氣 天氣變化有幫助 提供前進 有報資料 讓保險萬地英文進行 做好相關準備 較為保險安全 繼續看 報告